小伙无意间发现草丛中隐藏着一根丝线 仔细一看末端竟然绑着一个炸弹 可他还没来得及提醒队友 下一秒就有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 走到岸边的那几人顿时被炸得到处乱飞 除了三个有主角光环的人之外 其余几人全都当场去世 而麦尔斯三人还没来得及爬起身 就已经钻出来一群手持弓箭的人将他们团团为主 为首的是一个扎着辫子的持枪女人 女人质问他们三人中谁是老大 机智的麦尔斯赶紧指了指一旁的好友桑尼 而桑尼则是一脸猛地举起手 桑尼猜测昨晚射火箭袭击大家的应该就是这批人 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头 很快三人都被绑了起来 然后就被这群土著装扮的人带回了他们的大本领 这是一块处于山谷间的平坦地带 虽然所有房子都是搭的简易帐篷 但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拥有很多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看起来有点像是一支驻扎在这里的现代化军队 桑尼三人被关进了其中一个帐篷里 很快一个自称叫理查德的首领就带着人来拷问他们 而面对盘问桑尼却并没有透露丝毫其他队友的踪迹 实际上昨晚遭到袭击的时候大家都是个跑哥的 完全就跑散了哪知道其他人在哪 他只是装装样子为了好实施接下来的计划 于是桑尼顺势说出了他们守在这里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保护一个状态不太稳定的清淡 因为有些士兵身上有着明显的辐射伤痕 而桑尼正好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表示有把握将清淡的问题给修复好 理查德听后一脸的惊讶 他万万没想到只是随便抓回来的人 竟然刚好知道这座岛上的秘密 显然对方是有备而来的 如果处理不好这颗清淡的话的确会很糟糕 到时候可能会殃及整座岛 于是理查德同意了让桑尼去修好清淡 作为交换自己会留他们三人的性命 当理查德带着手下走出帐篷后 桑尼也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另外两名队友 其实他们现在所处的时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也就是从两千年穿越了五十多年回来 而且只要那白光一出现 他们还会被传送到岛上的另一个地方 至于是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 这都是桑尼根据之前大家的遭遇分析出来的 虽然不是完全准确 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所以他们现在只要坚持到下一次白光出现就能脱身 而桑尼所说的那颗清淡 其实就是当初漂亮国在这座岛上做导弹实验留下来的 这个营地应该就是当初岛上的那个军事基地 不一会儿桑尼就被带了出去 维修清淡而这一幕也被在营地附近的洛克几人看到 洛克在途中正好遇到了詹姆斯几人 同时还抓到了两个偷袭他们的士兵 在士兵的带路下才找到了这里来